我們在程式中常常處理兩個類型的訊號 類別訊號和數位訊號 類別訊號就像是自然界中不斷變化的訊號 像是聲音、溫度或是定壓的波動 然而由於體體空間的限制 我們無法將這些連續變化的訊號完整記錄下來 大概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固定的時間間隔內取樣 記錄每一個時刻的訊號數值 將這些連續變化的訊號數值化 讓我們可以捕捉並操作它們 這就稱為數位訊號 加連續類比訊號轉換成離散數位訊號的過程 就是ADC 類比數位轉換器 ESP32中 ADC解析度最高是12位元 也就是2的12次方 4096個刻度 我們這次量測的增壓範圍 是從0伏特到3.3伏特 這意味著ADC key加3.3伏特的增壓 分成4096個小刻度 每個刻度大約是0.0008056伏特 如果你得到的ADC數值是1212 那你就可以知道量測的電壓大約是1伏特 如果是3000 那量測的電壓大約就是2.475伏特 但是記住 這些數值只是近四值 我們用ADC捕捉到的訊號 只能接近原始的訊號喔 本實驗將使用可變電阻 來調整ADC讀取的電壓值 顯示在互動環境中 並根據這個變化使用上一級學到的PWM 來控制LED的亮度 電路圖說明 將可變電阻的第一隻腳接上3.3伏特 第二隻腳接上ESP32的GPIO36 ADC通道0 第三隻腳接上GND 接著GPIO5接上LED燈的上端 下端接上先流電阻 再接到GND 再來介紹ADC的MicroPython程式碼 首先我們要建立ADC物件 輸入ADC跨湖PIN 跨湖內輸入指定的ADC通道 之對應的GPIO角位 設定一個變數為ADC物件 變數名稱為小寫的ADC 假設我們要使用ADC通道0 對應到的角位是GPIO36 那程式指令直接這樣打即可 ESP32內建的ADC預設只能 測量0到1.1伏 如果我們的電壓範圍超過了1.1伏 需要設定衰減器 來擴大各量測的電壓範圍 下方式衰減等級與對應的電壓範圍 可以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調整指令 這裡我們使用ADC.Eattenurate的11dB 讓ESP32可以量測完整的0到3.3伏特範圍 最後我們要讀取ADC數值 範圍是0到4095 打上ADC.REAT 跨湖 回傳到指令變數上即可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撰寫程式碼吧 打開Pony 首先引入Ping和ADC模組 還有Pine模組 接著設定ADC物件 角位為GPIO36 對應ADC通道0 設定ADC刷減器 將側範圍為0到3.3伏特 在灰圈中讀取ADC數值 接著將ADC數值轉換成電壓值 最後在每次讀取完時 把ADC數值與電壓值顯示在互動環境中 設定上述動作的間隔時間為0.1秒鐘 儲存後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ADC已經不斷地採樣數值了 我們可以旋轉可變電阻 來改變讀取的電壓值 那我們來看看ADC數值揮織出的圖表吧 把Pine中的電壓數據顯示先刪除 儲存後按下執行 在互動環境中按下顯示匯圖器 這樣就可以將數據維持成圖表囉 這樣看數據有沒有更簡單明瞭呢? 小伙伴們也可以將ADC數據換成電壓值來讀取看看 接著CNN要使用可變電阻加上PWM來控制LED燈亮度 首先一樣在引路中加入PWM模組 設定PWM角位為GPIO5 頻率為1kHz出示亮度為0 接著更改以下程式碼 加ADC數值轉換為PWM工作週期 設定LED燈會隨著PWM工作週期調整亮度 輸出顯示更改為ADC數值跟PWM工作週期 儲存後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我們使用ADC讀取可變電阻的電壓值 再透過PWM來調整LED燈的亮度 經過今天的教學 我們就能透過類比訊號來控制數位裝置 這也是ADC在電子應用中非常重要的功能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